王委员近视之咨询已书面提出 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请何委员心存咨询 寻到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请毛院长 请毛院长 在问环保署问题之前 请教一下 昨天公开的这个马锡会的闭门会议的逐字稿 不知道院长有没有看过 是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 什么时候看的 昨天看的 昨天在哪里看的 在办公室里面看的 所以陆委会有先给你 有 有先给你 好 那看了以后呢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对于啊 这个马总统在跟习大大见面讲话的时候 他说呢 这个飞弹部署呢 针对台湾这一件事情 我请教一下院长 你知不知道 中国的飞弹部署都针对台湾 这件事你知道吗 对 我想马总统在 你知道吗 也公开表示过 对 院长 院长 我先问你 我先问你院长 我先问你 这个事实 你知道吗 对岸部署的飞弹 它的涵盖范围 可以包括台湾了 这个你承认 这是事实 对不对 是 是 那国防部也在104年的报告里面提及 现行中国的一千锅颗的飞弹导弹就是针对台湾来部署 包括他的军事演习的时候 也把101 也把台湾的总统府列为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这一件事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想说在两岸领导人的场合 我们的领导人 院长这一件事实你知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在大陆领导人面前 院长 我现在先问你事实 院长 我现在先问你事实 难道身为中华民国的行政院的院长 你连这个事实你都不敢承认吗 这是事实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刚刚所陈述的事实 这些都是事实 这些都是事实 那马英九总统会不知道吗 你认为总统知不知道 所以他说对这种回应不满意 他不敢在习近平的面前讲 他在事后讲 好那院长我问你 就要希望他们能够正确理解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吗 这个逐字稿里面 马英九总统 他说到这个撤飞弹的一个前提 不是在你知道的 这个所谓的中国的飞弹部署 针对台湾的这个事实 他是说 在野党常常反对长 常常拿来批评两岸关系的口实 来院长你针对马英九总统的这一句话 这个说法你同意吗 我想是请下主委说 报委员我想总统的意思 我请院长回答 我刚刚讲过 就是马总统在对岸领导人面前 直接提这个问题就表示说 这样一个做法对我们 问题是说反对长常常用来批评两岸关系的口实 这样子的说法你同意吗 院长 你身为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 台湾人民的安全 是你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中国的飞弹导弹针对台湾来部署 这个你刚刚承认这是事实 身为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 保护台湾是你的职责啊 人民的生命安全是你的职责啊 所以我们在他们对岸领导人面前 直接跟他讲说 这样一个问题是台湾民众 中国飞弹的部署是关系的权宁的问题 是不分蓝绿 不分什么颜色 身为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院长 毛院长 你认为马英九总统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你同意吗 你妥当吗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提醒他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高度关切 院长你都没有针对我的问题在回答 你回避了问题的本身 我没有回避问题的本身 你连回答都不敢回答 你这是你身为行政院院长该有的态度跟立场吗 我们总统在他们领导人第一次见面就提醒说 这是一个我们台湾人民关切的重要问题 院长 我刚刚刚开始就问你有没有看过组织稿 你跟我说你看过 如果你看过的话 我更详细的再跟你口述一次 最近外界报导租日和基地军演还有飞弹方面的问题 这是反对长常常用来批评两岸关系的口实 如果有机会的话 贵方能够采取一些有善意的具体行动 应该可以减少这一类不必要的批评 院长 马英九总统的说法是这个样子 我刚刚问你 你同不同意马英九总统的说法 你连回答都不敢回答 这个飞弹部署 这个对台湾安全的一个威胁 这个是全民的问题 这个不分党派啊 这个不分颜色啊 你身为行政院院长 你连回答马英九总统这个说法 对不对你都不敢回答 原来我们台湾的安全问题 我们是要去拜托 魏方能够采取一些有善意的具体行动的话 应该可以减少这一类不必要的批评 原来我们的台湾的国家安全 人民的安全 还要依赖中国有善意的具体行动 可以减少这一类不必要的批评 院长 这个说法你同意吗 我认为这是第一次领导人不相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提醒他 这是全台湾人民所关注的问题 他们必须要妥善处理 院长我问你 中国飞弹的部署 针对台湾的部署 有没有党派之别 这件事 中国针对台湾的飞弹部署 没有党派之别 这是全体台湾人民都关注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 如果没有党派之别 为什么会变成是马英九总统说 这是反对党常常拿来批评 两岸关系的口识 我刚刚一再强调 台湾国家安全 台湾人民的安全 这个不分党派 不分颜色 是全民 是我们全国上下 包括你身为行政院院长 我们都该共同来维护 来主张 来防御 保护我们的国家 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 台湾的安全跟尊严 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全体来保护的 院长 全体来保护 但是在你说的 第一次两岸领导人的 所谓的这个高峰会 我们的马英九总统 竟然是用 共同关切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台湾人民共同关切的一个问题 院长 我再请教你 今天 你敢不敢针对 中国 针对台湾 部署了这么多的导弹 这一件事情 你提出严重的抗议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对台湾的安全跟尊严有 有严重的损伤 我们关切 所以我们认为他要赶快处理 那你要不要言真的抗议 我们抗议希望他赶快处理 你抗议希望他赶快处理 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他就赶快处理给我们看啊 看他用什么方式 我问你啊 你的态度啊 怎么处理啊 我们要求中国怎么处理啊 院长 你身为院长 你的态度 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说你们要抗议 要求他处理 要怎么处理 他们要表示善意嘛 怎么表示啊 站在你的立场 站在你守护台湾人民 台湾国家安全 要他们怎么 表示善意 院长 说啊 他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嘛 他可以表现出善意 你身为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嘛 马英九不敢说 难道连你也不敢说吗 你要要求他们怎么表示善意 他不可以直接威胁台湾安全吗 他不可以直接威胁台湾安全 做法呢 难道你连要求 连讲话 你刚刚一直跟我强调我们要对等 我们要尊严 马英九在马熙会里面不敢讲 现在在立法院 院长你也不敢讲啊 我没有不敢讲啊 我刚刚讲了啊 你刚刚怎么讲再讲一次嘛 对啊 对啊 他们这种部署 对我们的安全跟我们的尊严都有伤害啊 所以他们要紧速处理啊 怎么处理啊 要降低 要降低这个敌对的这种情形啊 要对我们表达善意啊 你讲的 具体的方式 你严正的要求是什么 军事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嘛 什么做法嘛 如果他们表现出来我们来看嘛 你要他们怎么表现嘛 你的想法 你的态度 你的立场啊 对我们可以透过对话 我们等一下理性的来谈这些问题嘛 今天马熙会的对话 是理性啊 但是有谈到什么具体吗 所以我说院长 他们是第一次谈啊 先把问题 先把问题框出来啊 先把问题不用它框 早就存在了啦 刚刚我一直跟你讲说这个就是事实嘛 特别点出来这是重要问题 点出来这是重要问题 那我问你要怎么解决嘛 我们台湾的立场是什么嘛 中华民国马英九总统不敢讲的 你毛治国院长在这里要宣誓 你看看敢不敢抗议 我抗议啦 你抗议啊好啊 你说要他们改善啊 怎么改善啊 你敢要求他们撤除飞弹吗 你说出这几个字嘛 你敢吗 不敢嘛 不敢嘛 在台湾 立法院这里 你连讲都讲不出来 难怪马英九在习大大的面前 也讲不出来 丢人啊 非常让台湾人民失望 我希望院长 这个中国飞弹 针对台湾来部署 不分党派 不分蓝绿 不分颜色 这是关系到全国 人民的安全 台湾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 一点 轻忽都不能轻忽 严正的抗议 态度一定要表明清楚 具体的要求也要大胆 也应该替台湾人民讲出来 不是像刚刚一边 闪闪躲躲 不敢回应 马英九不敢回应 原来毛治国院长 在立法院里 不敢回应 还要人家这样一直问一直问 追问到底 院长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如果说对台湾的国家安全 对人民的安全 你都是这样子的闪躲的态度 那台湾的 台湾的希望台湾的安全 到底要仰赖谁 难道真的如马英九在 马熙会里面的 真的要仰赖中国的施舍吗 院长 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 要仰赖中国的施舍吗 我想 基本上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对对方要求撤飞蛋 当然是可以是我们诉求之一 可是另外更重要的 就是我们自己也加乡我们的夺庞 是我们的诉求之一 你现在再敢讲 为什么马英九在马熙会里面不敢讲 所以我想在这个议题之下 我们同样重要就是 我们加乡自己的夺庞 但你看的竹字稿里面 有看到马英九总统讲到这段话吗 有吗院长 竹字稿里面 你有看到马英九总统讲到 你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吗 有没有 我说过他们第一次见面 我先把问题框出来 院长 至于后续的处理 没有 不要再狡辩了 马英九不敢讲是事实 马英九没有讲也是事实 就如同中国的飞蛋是针对台湾来部署 这也是事实 不要再狡辩了 不要再狡辩了 真的要为台湾的国家安全 人民安全 要拿出政府的态度啊 中华民国行政院你是毛治国院长 态度要坚定 严正的抗议 具体的要求 有没有可能下一次 跟对岸 中国在会面的时候 可以再提 有没有 打算 有没有机会 华委员 我想我们跟中国大陆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都会把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都会提出来 同时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啊 其实要靠自己坚强国防 包括我们的外交 以及降低双方的这个敌意 緩和海峡的形势 降低双方的敌意緩和 情势这个我都同意啦 但是呢 我们自己的国防实力有没有坚强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马英九执政 在你们执政的这几年来 我们国军的能力 我们武器自己制造的能力 是在在年年的降低啊 我们的武力配备 也是一直在降低啊 这个说法不正确 那个说法不正确 那你看看 国外的媒体也都帮我们评比啦 台湾跟中国 两边的武力是如此的不对等啊 兵力也不对等啊 我们看到国防经费 年年降低啊 这个不是吗 你们不是说要修兵吗 我们国防发展的策略 一定是不对称的嘛 我们不可能用对称的方式 跟他去对抗嘛 你再触把您倒露 进行 主转护 应该是数十年 各国防止 应该是什么 您抓到 第一次 您 您 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临委员洪池之质询以书面提出 请行政院书面答复 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请高委员志鹏质询 寻答时间15分钟 有请毛院长 请毛院长 请订阅